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 最近一直比较忙 然后也没有更新 今天果断给大家更新一发 我今天主要想讲这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都在谈盲居 我就想谈一谈盲居的可行性分析 有的时候你根据主公还有厂商 这些所有人的选将 有一些身份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 这个时候你就果断要盲居 一定不能错过机会 如果你错过了机会 就有可能失去了一切 和咱们现实生活中做事也是一样的 我举个简单的道理 比如说袁术主公 你进主位 你选个徐皇 你说你盲居不盲居的 你果断是要盲居的 这是毫不犹豫的 另外我就是想说一下大局官和选将的问题 你忠诚千万不要选特别让主公忌讳的选将 就像袁术主 你选过徐皇忠 其实可以的 并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就是由于让主公忌讳 所以说就会遭到盲居 这个是非常不合适的 就像贾许主 你选个法证忠 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然后貂蝉主 你选一些女的当忠 那我就不说了 你选女的当忠 第一主公离间 想让你收人头都收不了 然后还容易引起主公误会 这些选将我是非常不推荐的 所以说就是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大局官 就是你判断这个武将的身份 不能单只拘泥于这一个武将 然后你要从整体 这所有这些武将来看 然后你看判断一下 其他的是什么身份 然后再推断这个武将的技能 然后综合来考虑这个武将的身份 给大家找这么几创录像 都是有很好的说服力的 这把录像不是我打的 然后大家都先看一下 这把录像非常好 我觉得别人给我的 然后咱们先看 这个主公选择法证 然后咱们看看这些选将 你说哪个是反贼 这个貂蝉你选个忠臣 这让主公忌讳 这不是坑爹的吗 所以说貂蝉你果断标法 你就不用想了 小乔果断标法 你小乔跟法证配合 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我这就不多谈什么了 那巡逾 巡逾基本上也是反贼的多 当然巡逾做忠臣 也并不是不可以做法证忠臣 但是还是他这个屈虎 还是对法证恩怨造成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说他还是偏反的多一点 然后这两个就肯定是反贼 看都不能看 巡逾是反贼的概率比较大 就是只能这么说 然后咱们看咱们主持角玩家 还怎么玩的 玩的非常犀利 先放万箭 这个肯定是没错的 先如果谁有无邪可击 先给他骗出来 然后看看厂商 看看 这小乔果断就跳法 这行为就是跳法 这个我就不能多说了 然后看看咱们主攻 咱们主攻玩非常犀利 果断把这两个最像反贼的 就给连起来直接九杀毫不犹豫 就是你该盲狙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出手 绝对不能错过机会 这个都不用犹豫的 打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是非常赞同这种打法的 这是非常非常犀利的 你作为忠臣 绝对不能让选主攻让非常忌讳的 虽然貂蟬是很强 但是你一旦让主攻忌讳 遭到盲狙 我就觉得如果你是忠臣 死了也活该 我是不同情 我反正就是那种坑爹选将 我盲狙错了 我也不后悔 我就觉得你死了活该 谁叫你选那种坑爹选将 我就是这么做 反正大家认不认同 反正个人个人的观点 这个肯定是反贼 就不能多说了 这个陆迅是个忠臣 这个主攻这把打的非常犀利 我是特别喜欢他这种做法 这个跳了一个反贼 这个直接就秒掉两个反贼 直接就是强大的优势之间 其实香香还是略微像忠臣多一点 在法政局 元术这种神将就不多说了 就是什么都可以 后面其实也没多大悬念了 就是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内奸 直接就跳反了 已经死了一个反贼 后面其实悬念真的不是很大的 这个直接杀了两个最强力的反贼 这个优势就建立起来了 咱们就看吧 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悬念 虽然有路神将 但是这优势已经建立起来了 这个元术直接就拖完了 兵还没中 后面其实真的没多大悬念 咱们就可以直接快进 我的思路已经理清楚了 咱们看谁是内奸 我估计黄忠有可能内奸 黄忠真是内奸 这陆迅还无脑连营挂闪电 小桥不怕闪电 这么大优势还在这 无脑连营挂闪电 每次都有这个路神将 真是不想多谈了 后面就随便虐了 你这里小桥不怕闪电 这挂了闪电 这不坑爹的吗 一会给主动劈死了 这幸亏这桃子多啊 一会真给劈死了 悲愈了 后面真没啥悬念了 就直接看了 就一会扒光了 直接随便捏啊 这网就结束了 这个我的思路也表达清楚了 咱们再看 再看 再看就是 这是都是我玩的 咱们看 主动选了香香 我是这个反贼啊 反贼刚才有什么司马仪张角周蔡什么 我肯定不选 果然大将军 天人也 看看场上选将啊 大家看场上这些选将 咱们先忙了判断一下 这个曹丕向忠臣 眼威向忠臣 孙坚向忠臣 貂蟬向忠臣 这四个人是 向忠臣的 这董卓肯定是个反贼 这不用说了 为什么貂蟬向忠臣的 你貂蟬离间 对方武将 然后正好有空位 让香香睡觉 这 你要是选个别的女的 你就是个反贼 你选个貂蟬就肯定是忠臣 你这不是给主公找床位的吗 然后这两个都是可以掉血的 然后这个和主公 很强力配合这几个向忠臣 然后他就肯定是反贼了 更看了 这就是所谓大局观 就是你已经判断出这几个 肯定是忠臣的多了 所以说剩下的这 必然是反贼 你想都不用想 我就是上来看镶面 就是这么判断的 咱们看进程 不过我是香香 我看来肯定杀扎许 因为我就这么已经判断上 你肯定是反贼 然后看看曹丕的动作 曹丕是反贼 曹丕是反贼的话 那这几个就肯定是忠臣了 我就直接这么标了 曹丕是反贼 对香香的克制非常大的 然后看我的书牌 两张贴索 果断去连 我准备九杀 因为我这有九杀 我杀董卓 董卓肯定是不闪的 这时候我就是没有去连点威 其实是应该再连上点威 这就更完美了 点威就是肯定是个忠臣 掉血 然后主攻去睡 这就是所谓的盲狙 该盲狙就是要盲狙 果断出手 毫不犹豫 这时候果断先锯手 锯手一把 手里没牌了 然后董卓 董卓肯定直接在 在那个 刁蝉飞了 刺青双骨键还挂上 这个我们都是熟人局 这个果断就是个盲局 肯定没错 当时我那个贴索 如果连上点威就更完美 直接忠臣阵亡 这就是所谓大局关 你这一判断 这四个反围出来了 剩下就是忠臣 不用想 如果我是他 我果断杀佳许 不许杀董卓 杀董卓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这个估计就给 就就完杀有可能带走了 他差一张闪的 手非常骚 就没逃着带走了 直接带走 就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咱们接着看 这盘还是想想主 这比较悲剧 然后这些选将里面 换了一个将 果断张聊 刚才那些将都不太好 咱们看啥 这些选将 这个进主位 夏侯渊肯定还是偏忠的 多一点 董卓肯定大反贼 然后曹丕和巡逾都是卖血 都有可能是忠 这个不太好说 袁绍肯定是反贼 因为香香是一个脱后期的武将 而且是四血 像袁绍这种快节奏武将 根本就不是脱后期的 你和主攻就不是一个节奏的 你香香主 你选个袁绍 忠臣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纯坑爹 所以这我直接就标法 然后就是这些 我上来就标出这些身份来 剩下的就是咱们再看 有的时候你就要明白 什么是脱后期的武将 什么是 就是打前期的武将 香香这种 就是纯脱后期的 袁绍 这是快节奏的 这不用多说 杀董卓肯定没问题 董卓就是个反贼 想都不用想 看太史词的动作 然后这太史词也没拼 太史词也没拼奖 这肯定是个忠臣 要不然他会肯定拼主的 然后果断摸他俩 摸到一张雷沙 又是两张铁锁 然后这个时候连谁 第一张肯定是连香香和太史词 另外两个 我就去连下胡杨和荀玉 我看看荀玉到底是什么身份 如果他是反贼的话 他肯定给我补 因为他肯定知道 总罗是反贼 他就不怕董卓九杀 如果他不补 一会董卓就可以九杀他 就这么简单 我就这是思路 曹丕你肯定是不能连的 无论中反你都不可能连的 然后看看荀玉什么节奏 看荀玉给谁补牌 坑的就是他 他果然是个忠臣 坑的就是他 然后看看曹丕的动作 曹丕也是反对 那剩下就是我们四个是反对了 这很清楚了 就不用犹豫了 然后这就直接大嘴的一波的节奏了 大嘴和曹丕的节奏不用看了 然后咱们就快进 就是我主要就是还是想 你看这个果然是个忠臣 因为后面还是反对居多 如果他跳反 他也是很安全的 所以说我就连他 其实剩下的一问 就是他和他谁是忠臣了 即使他是反对 也并不危险 因为我也没有 我们反对也不会去杀曹丕的 然后直接这就一波的节奏了 就很简单了 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然后就大家直接看吧 袁绍又一波了 清场了 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大巨观 通过对场上所有武将的分析 你就会清楚的判断出一些武将的身份 什么是大巨观 这个是大巨观 有些朋友可能只拘泥于 就单看一个武将 我看这个武将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这个时候就是很容易 很容易错过一些机会 这个 就是这节奏就很轻松获胜了 没有任何悬念的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 就是基本上都是这节奏 我看这把主攻是谁 主攻群兆云 我这些武将看一下 这个袁绍肯定不行了 这些武将比较弱 还是我就选诸葛亮 我的最爱 当时换了一下 也没换出什么好不好的 来果断诸葛亮 其实诸葛亮也有点怕群兆云 你留张闪被他一骚 他能破你空城 那看场上这些武将 这个曹匹肯定是个忠诚 因为赵云根本不怕翻的 他回合外是有技能的 大家懂得判断 然后你看 大家看一下别的 这个太史词 我直接也给他标的中 为什么 因为你双杀赵云有什么意义 你就是容易被人捎牌 不过八号位也有可能是反 就是反如果他手牌被搞的比较多的话 他直接拼点也有可能 然后群兆我觉得个人也是偏反多一点 你远主位 然后驱虎打赵云 赵云本来就是杀伞 这个杀不动 他只能靠回合外的驱打 然后貂蝉可以标中 群赵云你貂蝉选个反贼 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一肩不动他 然后基本上我大概判断了一下 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咱们看一看节奏 你看他判断也是非常正确的 直接连我俩 其实也可以连鲁素和群域 他估计是想杀我 想弄鲁素 鲁素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判断出他是反 挂起链土还是比较黑的 我被黑了一下 没想到他有链土 不过也没办法 然后看这张牌 我肯定要拿方天的准备方天三杀的 然后给群域关了一个 看我是不是给群域关了一个大点 我把这张简一码给了 给了雕传了 给他一张杀一张闪 不想给雕传基本牌 看这就是我 就是盲连 这雕传肯定是忠诚 没用想看我三杀 直接就杀他们仨 这七号位庞德 你想吧 七号位庞德基本上也是个反对脸 所以说你就综合场上局势来判断 其实有的时候就申分一下 就特别简单明了了 咱们看看进程 群域果然是个反对 这个该盲鞠就是果断要盲鞠 不用犹豫 这个群域有寒冰 当然可以杀一下曹批 如果没有寒冰果断杀雕传 不用犹豫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看雕传 雕传杀也没动 我已经跳了个内奸的身份 那鲁肃也是反对啊 这应该是把赵云牌换给我 直接给赵云手牌打空了 方便后面队友这个激活 这是不缺距离的 这个七号位庞德也是很不错的 果然是个反贼啊 再把它武器顺动 这个很不错 这就非常犀利了 你赵云主选了曹批法 你就坑爹了 所以肯定是忠臣 这泰克斯你看有动作吗 还是没有动作 赵云没有中恶 杀一下曹批 我就悲剧了 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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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那个乐重了 就更激励了 我一会关心 就非常容易能带走赵云了 这个被翻了 还是诸葛还是非常怕被翻的 看寻遇给力不给力啊 就可以驱虎泰斯瓷嘛 即使输了也是可以给鲁肃补牌的 这个是本传不赔的 泰斯瓷就张大点 看雕山 雕山这个时候应该会动蛾了 因为主攻快死了 搞一搞鲁肃 还是非常正确的 应该是没有杀 看个鲁肃 鲁肃也没什么可换的 对面手牌还都比较少 直接带赵云飞吧 我估计主攻方不知道有没有逃 就看雕山有没有逃了 雕山没有逃 直接带了飞了 所以说你就是有时候就是直接 这个判断出身份这样盲居 就是直接让局势简单明了化了 当然我说这些就是大家一定要有充足的经验 然后玩家选将不坑街 我们这都是认识人玩家选将肯定不坑街 当然你非要那么坑街的选将 你元术如选了渠网 我这就是就当我啥也没说 我说的这些都是建议在非常正常的基础上 然后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说盲居还是存在一定可行性的 最后说一句话 就该盲居的时候果断出手 不能错过机会 错过机会你就可能失去一切 做事也是一样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